号称亚洲财富管理一哥的汇丰银行 亚美尼亚分行 也被阿庆银行全资收购 强龙终究还是压不过地头蛇啊 嗨 大家好 我是独立的杨国文 Sean 关注我 让你全球都有人 我知道亚美尼亚的美女让大家意犹未尽 那么让我们把视野再次拉回到亚美尼亚 这个古老厚重而又充满创新机遇的国度 这几个月来找我们办理亚美尼亚公司 和永居的朋友越来越多 其中很多朋友对银行开户这块也是充满了疑问 因此本期我专门针对这一点来出个视频 做一个解说 不管在哪儿注册公司 银行开户的选择和办理 对很多人来说都无疑是一道难度特别高的难题 而在亚美尼亚 这个并不以银行业建成的国家 更是难上加难 别担心 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亚美尼亚国内 综合实力最强 且实体分行最多的本地银行之一 Arching Bank 为了方便各位中文华语观众的理解 我以下就把该行翻译为阿庆银行 阿庆就是台湾菲尔乐团的那个前吉他手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我向大家深入浅出的了解阿庆银行的发展历程 安全保障使用特点客户体验乃至国际布局 特别是对于我们屏幕前考虑布局亚美尼亚身份的朋友们 要知道公司的银行流水可是企业家身份审批的核心材料之一 有了本地一流大行KYC AML的资质审核 以及经营流水的记录来给您背书 您说这对您身份的货批是加分呢还是减分呢 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 Arching Bank 怎么来的有多靠谱 阿庆银行在亚美尼亚国内 他敢说第二 估计没人敢说第一 这实力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该行成立于2002年 是一家私有制的银行 创始时它的名字叫做Arching Invest Bank 到了2005年 Arching银行就加入了亚美尼亚银行业的大网络 这个可是个重要的布局 意味着它可以遍及全国服务更多的客户 而它的版图远不止于此 再过了两年 也就是2007年 它就开启了国际化的进程 与全球多家重量级金融机构建立了代理行关系 有了这层关系 该行的客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资金往来交易就方便多了 到了2010年 该行成为了亚美尼亚国内首家引入国际银行转账体系 Swift的银行 国际交易和跨行转账的效率直线上升 到了2013年 这家银行又创下了一个里程碑 成为了亚美尼亚国内首家国际信用评级的银行 这对它的实力和管理水平可是最大的认可 接下来该行继续大吃小的模式 收购了另外一家俄罗斯控股的银行 市场份额和客户数量打增 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2014年 已经在亚美尼亚占有一席之地 正式更名为现在的名字Arching Bank 到了2018年 它紧跟金融科技的潮流 推出了网银和手机银行 操作便利度进一步提升 到了2020年 它建银行更是荣获美国环球金融杂志 亚美尼亚最佳银行的称号 这可是对它的金融服务达到国际水平的最佳认可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8月 号称亚洲财富管理一哥的汇丰银行 亚美尼亚分行 也被Arching银行全资收购 我不得不感叹 强龙终究还是压不过地头蛇啊 短短20多年 Arching银行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银行 一跃成为亚美尼亚当地的传奇 在资产规模贷款存款等多项核心指标上 荣获贵贯 根据亚美尼亚央行的数据 Arching银行常年位列该国银行业前三角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说到资金保障 Arching银行为每个账户提供高达1600万德拉姆 约合4万美元的存款保险 这让大家的钱包绝对有恃无恐 还有先进的风险管理系统 可以做到实时监控交易动向 2023年就成功挡下了数百万德拉姆的非法转账企图 更值得一提的是 Arching银行目前还没有加入CRS 对于高净值人士来说 简直就是大大的利好消息 并且自亚美尼亚建国以来 亚美尼亚境内从来未发生过一起银行挤兑事件 甚至银行破产倒闭事件 所以在这一块来说 大家可以完全对亚美尼亚的金融体系放心 再说技术防护 Arching银行在网络安全上也是下了血本的 顶级的防火墙加密技术 人工智能威胁检测应有尽有 2021年 它就成功抵御了多次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确保了所有用户在线服务毫无受损 同时通过双因素认证等多重申付的验证手段 Arching银行将在线交易的欺诈率 降到了0.02%的超低水平 远远低于同行 因此要给Arching银行的安全性打分的话 我会很自信的给它4.5星的高分 作为一家历史悠久服务国际化的银行 对于那些在亚美尼亚有业务往来 或者想要在那里创业的朋友来说 Arching银行绝对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Arching银行产品多样 满足您公司和个人的多种需求 不论您是个人还是企业 在Arching银行这里都能够找到最贴心的金融伙伴 对于个人客户而言 Arching银行涵盖了亚美尼亚当地币种 德拉姆欧元美元瑞士法郎和俄罗斯卢布等多种货币 这就是其中一大亮点 让你的钱可以自由穿梭于不同货币之间 出入境或者换汇不再是难事 企业客户同样有福了 同样支持德拉姆欧元美元瑞士法郎和卢布 这五大比种 从运营贷款到贸易融资 从中小企业专属方案到现金管理 Arching银行应有尽有 特别是Arching银行的对公服务账户 那可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重要一招 它不但简化了日常银行的交易 还提供了高效的跨境支付和资金运作解决方案 为企业海外远航保驾护航 别忘了我们现在可是数字时代 Arching银行的在线和手机银行绝对是行业翘楚 功能强大 随时随地的管理账户 转账付款 查看记录 移动理财也是一箭之遥 你还能够及时掌握市场资讯以及个性化的投资建议 真是现代金融的必备神器 总之对于任何金融需求 在Arching银行都能够获得完美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丰富的产品线 贴心的客户服务 再加上领先的数字化体验 Arching银行正在成为亚美尼亚 乃至整个地区的金融服务的翘楚 如果要给它的产品多样性打分 那也绝对是超高的4.5颗星 Archingbank费用便宜 性价比超高 Arching银行可谓是高性价比的代名词 不论是个人账户还是企业账户 它在开户和使用成本上 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竞争力和透明度 让客户在享受一流金融服务的同时 开支也可以完全hold得住 对个人客户而言 Arching银行的储蓄账户开户费约合13美元 账户管理费直接免除 对于学生和退休人士还有额外的优惠 企业账户开户费65美元 属于中等水平 但新开户的企业可以享受六个月免账户管理费 助力初创企业减负 更妙的是 Arching银行的交易费率也是相当的清明 亚美尼亚国内转账0.1% 国际转账0.5% 大额资金调度游刃有余 另外银行还推出了多种优惠套餐 客户可以根据使用频率自主选择 进一步降低成本 更值得称赞的是 Arching银行在成本的透明度方面也是出类拔萃 用户可以实时查看费用明细 每一笔支出来源一目了然 交易前也可以预先显示手续费和汇率 让你在操作前就已经有了完全的成本预期 经过我们团队的全球考察 Arching银行在为客户节省开支方面 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 对于这家银行的低成本优势 我们团队由衷地给予4.5星的好评 Arching bank怎么开户 这家银行说了这么多 关键怎么才能用上他们的服务呢 Arching银行在开户流程设计上 体现了高效便捷和透明合理的特点 让我们一一总结 个人开户 一 申请人亲身分行零贵 材料递交后一到两个工作日完成批复 二 所需材料少且明确 如护照 住址证明或者税务声明等等 三 开户当日或者次日 即可获得账户信息迅速投入使用 企业开户 一 企业董事亲身分行零贵 递交材料后三到五个工作日完成审核 二 材料要求全面 包括公司注册证书 决议 董事身份证明等等 三 对于高风险的行业或者跨境业务 审核时间会适当延长 确保合规 坚持看到这里的老铁们 我还要给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 Arching bank的银行董事 对我们全球人团队 特批了独家的百分百远程开户的方式 要知道正常的个人和企业开户 按照银行规定是必须要申请人或者企业董事 零贵进行面签申请和当面零卡激活的 在亚美尼亚 Arching银行凭借其历久弥新的品牌 巩固的市场地位 卓越的服务质量和严格的安全措施 成为了亚美尼亚境内最理想的开户行之选 看了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也感兴趣进行深度了解 或者想在亚美尼亚开展业务 甚至助力您的永居申请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 也可以直接私信我们 我们专业团队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服务 帮助您在亚美尼亚设立公司完成开户 开启您在当地事业的第一步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亚美尼亚开户工作永居的相关内容 如何合理利用当地政策 完成自己的事业和身份配置 也欢迎加入我们会员社群 或者咨询我们 顺手牵扬 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 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 我是Sean 我们下期见 拜拜